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玲玲 最后的一开始 首先要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新冠病毒亚变种GN1 在洛杉矶县快速传播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被称为GN1的Omicron亚变种 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新冠病毒 估计造成全国五分之一的感染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也表示 这种病毒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正在落线迅速传播 因为GN1刺突蛋白的变化 似乎比其他亚变体 更能帮助病毒逃避人体的免疫系统 随着美国经济接近软着陆 11月通膨率降于3% 美国经济分析局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 年减至2.6% 在服务业中成长的最大贡献者 是住房及食品服务和住宿 在商品中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汽油和其他能源商品 这份通膨报告让一些人认为 联种会可能会比预期更早开始降息 1月1日开始加州警察必须告诉驾驶人被拦下原因 从明年1月1日开始加州AB2773法案 将要求警察必须向司机解释为何将他们拦下 该法案另一目的是在废除所谓的借口拦车 也就是警察用尾灯损坏等小问题将车辆拦下 以便调查更重大的犯罪行为 因为洛杉矶警察局内部审核发现借口拦车基本上无效 且针对有色人种的比例过高之后 该部门已经取消了借口拦截政策 微软拟停止支援Win10 2亿4000万台电脑恐报费 市场研究机构Canadas Research指出 美国科技巨部微软公司计划停止支援Windows10作业系统 恐使2亿4000万台个人电脑报费 进而可能增加垃圆掩埋厂的掩埋量 研究机构警告说 虽然许多个人电脑可以在作业系统支援结束后 仍使用数年 但没有安全更新设备的相关需求可能会很低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 中立报道 暗票 中立报道